在民众夹到欢呼声下 台湾抽马好手罗威明拿着国旗穿着人字托 穿过终点线实现他人生一大心愿 58岁的罗威明后时近49天 完成纽约举行的超越自我3100英里的挑战赛 成为赛事举办25年来守卫完赛的亚洲选手 并获得亚军殊荣 第二位是威明洛从新台北市台湾 是25位的男女和女士一名 台湾第一次 这是国家的记录和区域的记录 这段介绍发言 让罗威明忍不住我们的眼眶 罗威明发表冠军时 除了感谢众多赞助者 也提了八字真言 是让他突破自我晚赛的关键 中生的过程有痛苦也有欢乐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慢慢的 用平常的心里面的一个 我讲的他八个字感恩和平纯洁 几率我们做到了就可以完成 罗威明谈到赛事最大挑战是未知 过程有痛苦也有欢乐 他不断的在摸索 强调平常心并且维持纪律 时间到了自然水到渠成 你看我的成绩都是很有剧力的去执行 那极端的痛苦也经过了 但是我都告诉我这是我的选择 所以就是享受他就成功了 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光章 也到场转班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贺电 以及纽约市主记长斯敬格的贺照 这49天来我们罗威明先生 无论风雨不舍作业 每天都跑超过102公里未曾间断 而使他成为这个超跑25年来 第一位挑战成功的亚洲人 这一份殊荣是我们国人共同的骄傲 这也充分展现了我们勇敢台湾人 坚定的毅力 勇敢台湾人的证实 而罗威明在赛事中 脚上穿了这双白色人字夹脚脱 其他选手也跟进曾掀起一阵话题 他解释 跑鞋虽然有包覆性 但长期挤压会导致脚步肿胀 骑水炮 这时任字托发挥了辅助功用 也借机让各国选手 见识到科技环保兼具的台湾优质产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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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